觀眾朋友大家好我這裡是楊陽君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彩蛋和細節頻道 生活危機4重置版大家都幾週目啦 無限彈捕虛、無限手炮、無限火箭筒都解鎖了沒有呀 今天我們繼續來盤點 身世重置版裡又30個超讚的細節 彩蛋秘密和致敬 不要不著說馬上開始今天的視頻 第71個細節我們來聊聊養動物 剛進城堡大廳這會我們走這個地牢 這時候就可以聽到 養什麼動物呢?那當然是鐵藻啦 鐵藻又被我們稱為瞎子 高難度下還是挺難打的 在地牢這裡我們用弩箭雷可以輕鬆解決 正常的情況下我們都是直接逃回去嘛 爬上這個梯子回到中間 和董事理會合 然後打開門繼續探索解謎 但是如果我們這個時候帶董事理回去地牢深處 帶他近距離觀察一下鐵藻老哥 這時候就可以觸發隱藏對話 還是在這個地牢這裡 就在鐵藻被綁住的房間隔壁通道 有一盞很亮的小燈引導我們看一個特別的東西 是的你沒有看錯 這是一雙AJ 具體應該是AJ世代 這裡有可能是在致敬生化V770 老房子裡那個裝滿AJ的櫃子 當然也有可能只是卡錶在素材附用 因為外面還有一雙 接下來我們聊聊更多關於商人的細節和彩蛋 首先是各種待機動畫還挺有意思的 接著就是我們和他在買賣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思考太久 就可以聽到各種隱藏台詞 不清楚此我們還有極低的概率 可以聽到商人哼唱一段似乎耳熟能詳的旋律 雖然都跑掉了 但是還是可以聽出來 應該就是聲勢原版保存介面的主題曲 不知道為什麼 蟲子版的靶場 給我一種特別溫馨的感覺 總是不捨的走 如果我們走到鈴鐺前 就是不打槍 來個扭頭就走 可以聽到商人這樣的反應 而台詞甚至還有兩句 第75個彩蛋 我們來聊一聊一句或許是商人最難觸發的台詞 當我們購買並升級所有的武器 這裡包括了豪華版的那兩把 並且解鎖了所有高級改造 那麼就可以聽到商人這樣子說道 人人皆有所好 應該就是在吐槽我們非常喜歡搗鼓武器吧 有隱藏台詞卻沒有成就 那也是非常的可以 既然說到武器了 那我們補充講一下這把Killer-7 上期視頻我們講到這把武器的名字 是在致敬卡普空自家同名遊戲 有不少小夥伴投稿說這把武器 還致敬了1984年經典科幻電影 終結者1 果然它是一模一樣 而這次豪華版送的限彈槍 這經典的轉槍動作 不聯想到終結者才怪了 其實這一次的重製版里 有不少至今前作的地方 如上一期我們講到的開鎖大師的台詞 還記得董思黎獨自闖入圖書館的這一段嗎 我們要走過一條掛滿動物頭標本的走廊 接著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靠近看原來是這個老鼠搞的鬼 這一段非常有可能 說致敬2003年13展會上著名的 《森化危機3.5幻覺演示版本》 一開場就是一個路頭掉下來 而接下來我們破解一個鐘的謎底 正確的答案是11點04分 打開這個鐘門 就可以到下面去拿石板 而發布於2001年的驚悚遊戲 《寂靜靈惡靈》也有一座 需要解謎的鐘門在208房 正確的答案是9點10分左右 跟紳士重製版的鐘 默認狀態是一模一樣的 很顯然這也是卡布空 對柯勒美的一種致敬吧 希望《寂靜靈2》的重製版 早點出來早日玩上咯 還記得路易斯 喊我們躲進木屋的這一段嗎 非常友好的打過招呼之後 李昂就開始問話了 現在說吧 你是什麼人 你來這裡幹什麼 我們英文版再聽一次 這裡非常有可能是在最近1998年 《森化危機惡靈》 我們第一次來到槍電時 被舉著現彈槍的老闆問話的這一段 接下來我們來好好聊聊路易斯的彩蛋和細節 首先是在地窖第一次見面 路易斯說了一句跟煙有關的奇怪台詞 到了後面我來到路易斯的實驗室 在他的電腦上可以發現他和王阿姨的郵件 說什麼暗號、順路帶包煙什麼的 所以路易斯第一次和李昂說的那句話 就非常有可能是在對暗號 可惜沒對啥 雖然這一座對路易斯的友軍傷害 再也無法觸發翻臉李昂被擊斃的彩蛋 但是兩個人之間的配合 卻有了更多的細節 當你被村民挾持住的時候 路易斯會幫你結尾 當路易斯被斜持住的時候也會喊你幫忙 大娜拉如果你見識不就 他也會自己掙脫 當你子彈快用完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些 你也可以主動找他用 路易斯把敵人打出印子 會喊你出動作來配合 有時候他也會用體術 自己就上去了 在礦動這裡 我們如果等的時間足夠久 甚至還可以看到路易斯 單挑打死電鋸狼的畫面 感覺這個蟲子板裡 路易斯和李昂在戰鬥中 多了更多的互動 關係也從陌生到慢慢熟悉 再到配合無間 說到這個礦動這裡 正常情況下 我們要去打一波敵人 拿這個炸藥來炸開坍塌的地方 當然如果我們有火箭炮 欸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我們和路易斯打完一波敵人 仔細看路易斯 就可以看到他還會有幾組結束動作 比如這個揮拳慶祖 彷彿心裡默念了一聲 YES 而有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 路易斯在胸口畫了一個十字 看來路易斯是一個基督教教徒 沒跑啦 上一期我們講到 和路易斯雙打巨人這裡的隱藏台詞 其實這裡總共會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是正常情況下 我們忽略不計 第二種也就是上次講的 在路易斯回來之後 幹掉巨人的隱藏台詞 第三種則是路易斯回來之前 幹掉巨人的隱藏台詞 而第四種則是開場 瞬間秒殺兩個巨人 我們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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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路易斯還有最後一個細節 那就是他的打火機 在過場動畫里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除了保護傘的logo 還有一些其他的內容 如果我們透過第三方MOD 自由相機視角 就可以近距離仔細看到超多的細節 這個打火機不僅印有保護傘的logo 還有歐洲六爺孟之隊的名字 這就跟後面路易斯實驗室關卡找到的合照對上 在城堡裡我們可以聽到小艾各成組的多次喊話 而且用的是極其先進的傳聲系統 如果這個時候對著牆上的外放喇叭來上這麼一槍 就可以聽到 不僅可以打斷他的說話 還可以聽到他黑黑黑的冷笑 總共有三處有三個喇叭都可以觸發 特別很顯然致敬的就是原版裡 李昂掉落陷阱的空中射擊引發的這一段 說了這個掉落陷阱在蟲子板裡李昂被丟進深淵 還好演技手快抓住了鐵鏈最後落到了水裡 接著我們走過一段很窄的路兩邊都是尖刺 有一具屍體插在上面 李昂還說了句騷台詞 好好學學著陸吧 有不少小夥伴投稿說 這裡非常有刺客信條彩蛋的感覺 這一身的白衣服還有都冒什麼的 似乎是這麼回事大家覺得呢 上中樓這裡如果我們仔細看 就可以發現城主雕像後腦勺的位置 居然有個小型的炸藥桶 射爆他雕像的頭也就炸毀了不會再噴火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小技巧 說到這個城主那必須聊聊城主的BOSS戰 要求我的私信差點就被刷爆了 沒錯這個矮個子城主他對雞蛋過敏 普通雞蛋可以讓他直接硬直一直硬直一直耍 而更妙的是黃金雞蛋對他竟然有巨大的殺傷力 不管是任何難度一顆下去傷血70% 兩顆甚至直接帶走 而妙的是整個遊戲流程下來 我們最多也就只能撿到兩顆金蛋 一顆在湖邊另外一顆則是在王座的旁邊 甚至還有一個懸賞任務來迷惑我們 所以這就是卡普空故意設計的彩蛋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小彩蛋最先發現的 是來自Bilibili的up主莫名其妙的傑西卡 接下來的幾個彩蛋 我們來聊聊一些比較細碎的小細節 小彩蛋 首先是限彈槍的子彈 先給大家看一下里昂正常操作下裝填的子彈 沒啥特別的就是一顆普通的12號線彈 接著我們開槍彈出彈殼的瞬間暫停遊戲 然後在截圖模式下仔細觀察 你就會發現這個口罩是真的眼熟 不不不不 你就會發現這個線彈前面的塑料殼居然變形了 哇這是何等的細節 因為通常情況下線彈的前面是塑料殼 是來裝彈丸的 後面這個金屬底座則是裝火藥的 所以塑料殼變形再真實不過了 遊戲通關之後可以看到哈尼卡阿座在電腦前的鏡頭 接著他眨一下眼睛深深的叹了一口氣 如是縱負 接著電腦屏幕顯示你的遊玩成績 注意看左下角的這張變遷子 上面模糊的寫著什麼星期五晚上10點玩Bingo 這裡當然是在致敬村莊敲鐘那會兒 李陽的經典口頭禪 還記得上期講的鍋爐南曼 這個原版也有的彩蛋在蟲子板裡多了些細節 如果我們提前育苗並成功擊殺它 就會有額外的金幣可以撿 比如這個火難跑過的路徑上如果有老鼠 可能會直接燒死或者是踩死它 不過非常可惜的一點是 不像原版可以調查這個冰箱 揚軍我二週末的時候 終於仔細觀察了一下這個鐵鎖吊橋 原來這個吊橋非常的不牢靠 這些個鎖鏈隨時都可能斷開 丟鎖鏈炸得多就可以看到鎖鏈全部都炸飛了 丟多幾次橋直接就給炸斷開 甚至在我們的橋上瞎折騰的時候 也容易斷橋然後掉下去 同樣也是二週末才發現的細節 那就是農場這邊的動物們 是會攻擊人類的 不管是白豬還是黑豬幫得上忙的就是好豬 當然運氣不好的時候 不過偶爾也會誤傷我們 接下來我們來講幾個劇情裡的細節 首先是村長家裡出來的這裡 我們回村要走過一個山洞 洞口這裡有個村民鬼鬼祟祟的 一見到我們就跑 這時候我們回到村莊就會觸發坍塌 以及群狼圍攻的事件 我們在出盾口的瞬間 來個提前育苗將其擊斃 這時候回村莊 該坍塌的還是會坍塌 但是就沒有狼群來圍攻我們了 看來剛剛那貨是回去放狼來著 快結束的時候 有一段改的非常不錯 就是董事理開這個吊車這裡 跟原版一樣 這個牆也是要砸好幾次才行 這時候如果我們丟上幾顆手雷 就可以加快炸強的進度 甚至我們掏出火箭筒來上這麼一發 這個牆砸一下直接就過了 而且這裡特別喜感的是什麼 就是董事理的大鐵球 如果一不小心撞到李昂的話 董事理還會道歉 而且道歉的台詞還有好幾句 不過這個大鐵球怎麼撞都不會撞死李昂 最多就是撞殘 不過這樣也是非常危險的 剛上導路說 我們可以在山洞裡發現一艇機槍 有紅外線機關探測 一掃到我們直接就射爆 開掛也沒用 好玩的地方就在後面 這個連奴精英怪這裡 如果我們射爆他的連奴 然後靠近他 他就有可能近戰攻擊我們 然後被這個機槍掃到 我們就可以趁機逃走 來一個完美的skip OK 最後兩個細節和彩蛋了 我們聊聊董事理的待機動畫 這兩個都是小夥伴投稿的 非常感謝大家 當我們選好一個聲勢角度 然後等待上片刻 就可以看到董事理突然轉身盯著你看 彷彿在喊你走開 不僅如此 只要我們稍微切換一下角度 再耐心等上片刻 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動畫 這就讓我想起了 尼爾機械技原理 那個大家不知道整地就完成了的成就 不僅如此 還有另外一組隱藏動畫 藏得更深 那就是上期我們講過的 無限子彈的手炮和打字機的耍帥動作 有關情況下我們耍帥都是看著資格 誰還會看著董事理 偏偏就是這種情況下 董事理竟然會做出花痴的動作 通常情況下 耍帥動作裡 董事理是不會出現的 但是我們可以卡一下一些比較特別的角度 比如在電梯裡 接著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花痴梨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期視頻 所有的內容 不知不覺就這樣盤點了100個彩蛋和細節了 不知道還會不會有第四期呢 看到一代神作完美的蟲子 內心還是很開心的 好啦 素材整理路子不易 喜歡本期視頻 還請多多三連 點點讚 寫個評論和彈幕也是可以的 這裡是羊群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不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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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們通常是可以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